馬鈴來了 馬鈴來了 一大盤滿滿的芒果冰 淋上烈露 端上桌 來自台中的年輕妹妹迫不及待 直接塞進嘴裡 很香 很甜 就是特地下來吃這個 然後誰在外面排隊 排了一兩個小時 最近位在台南 芒果冰排隊名店 中午還沒營業 門口已經大排長龍 排到馬路上 人數多到得抽號碼牌 好 開了172 開了40年的老店 老闆很囂張 尤其是芒果冰一年 只賣一個月 有錢還不見得吃得到 表示老闆很在乎品質 就是只有最好的季節 他才要賣 這種時候的豬肚比較有夠 我們豬肚肚都會出 不夠就減烤 對 我們的物餡就是 有那個金魚花的味道 堅持使用的芒果 品質要最好 不使用過境芒果 而且跟固定的果農合作 採完就不賣 我們固定有合作的果農 他們就差不多 賣 如果我們要 我們就差不多不賣 台灣芒果品質好 從外銷數次就能看出端倪 根據農委會統計 去年上半年 芒果外銷前四名 對岸中國 韓國 香港 以及日本 另外還包括新加坡 澳門 和加拿大 總計2300多公噸 而今年上半年 芒果外銷大幅成長 對岸中國 香港 南韓 日本 位居前四名 總計來到3900多公噸 去年跟今年上半年同期相較 成長了1500多公噸 而三菱新聞在7月9號 針對台南芒果外銷日本 數字不勝物質 特意更正 4000多公噸的數字 實為102年到107年期間 外銷到日本的總重量 台灣芒果品質好 就連賣到國外也很搶手 三菱新聞網上 有紅熟豬 台南報導